LAYO 了世界以天天中心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達羅匹圖人對上馬來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布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12點鐘方向 紅色的玩家是賽巴斯丁 選擇的問題是達羅匹圖 先來看一下達羅匹圖的特色 達羅匹圖的特色是三級的時候會獲得200木頭 這個效果讓他前期的經濟非常的好 達羅匹圖人的攻兵路線是全滿的 除了這個馬攻之外 那他的大象弓兵呢 是這個射速最快的大象弓兵文明 那他的大象弓兵跟戰毛兵 攻擊速度都有提升 那他後期呢有火砲 那他的馬呢是這個有勢一面 騎兵科技最不完善的一個文明 沒有騎兵沒有駱駝 甚至毛相夫也不能升級 也沒有品種也沒有耕種技術 只有一個輕騎兵跟二級馬鎧跟三公 那主要是因為他的烏之鋼呢 可以讓他的騎兵跟步兵 都可以無視敵方的防污力進行攻擊 所以有可能是這樣削弱他的騎兵路線 那步兵路線呢是比較完全的 比較全面一點的 雖然攻防沒有減免 但是劍兵勇士呢跟槍兵 都有半價折扣的升級 還有這個軟甲、護衛技術、縱火 都是的 所以實質上他是一個步兵跟工兵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馬來人 那馬來人特色呢是他的大象 非常便宜 而且他的強奴是他的主力之一 有這個拇指環跟三級射、三級防都有 那他的步兵路線呢 是會送免費的步兵鎧甲的關係 所以他可以速成這個槍兵跟自己的寶兵 這個叫爪刀勇士 那他的劍兵勇士呢 只有雙手劍兵比較可惜 但是他的金冠呢 可以讓雙手劍兵 不需要黃金就可以製造 所以後期馬來人如果有很多食物的話 是可以考慮全出雙手劍兵 那他騎兵路線非常弱 只有這個跟動技術沒有品種 甚至連二級馬鎧都沒有 但是大象折扣非常多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MBL 這裡地圖黃金在後方還不錯 但兩塊黃金的位置比較尷尬 有一個還在正前方的位置 右邊有一塊黃金 那左邊部分要圍的話也不是那麼的好圍 這邊要圍的話也是要圍到底往下圍 圍的面積都是相當大的 那看一下賽巴斯丁這裡 賽巴斯丁的黃金他兩邊都是在正前方 連這個黃金也是 但這個黃金應該是能圍得起來 這樣稍微圍一下 這裡圍過去右邊圍到底可能會比較好 好那兩邊地圖都是黃金偏靠前方的位置 那目前看起來 馬來人這裡 是要打一個封建快攻 應該不會打什麼直層 因為馬來人直層也沒什麼好打的 雖然有僧侶也可以用 但是僧侶戰也不是那麼的全面 連這個宗教皇樂也沒有 但是該用的時候還是可以用的 因為有這個就屬不思想 好馬來這邊是決定要打棒棒了 封建三棒棒 好棒棒出發 旁邊洛馬互打一下 高打敵 上高地 OK拉走 洛馬出發 好這邊要趕快去看一下敵方的位置 好這邊找到了 看到你家 果子在這裡 先扁果子吧 左邊沒什麼好打的 欸難道是沒有偵察到嗎 MBL 哇剛剛那個位置打果子應該很舒服 看一下 MBL這邊是有看到果子的 但是他沒有打算要打 反而是選擇了走左邊 想要打這個軍銀 這個 怪怪的 薩巴斯丁 這邊是22匹點了封建時代 MBL這邊也是棒棒 但這邊棒棒已經到後面了 哇兩邊都有棒棒 好看一下兩邊誰的棒棒更有威力 好兩邊都是步兵 都有一些特化的特性在 那WT圖這邊升級裝甲成本比較低 所以這邊可以預見 這三棒棒待會敲上去 會直接變成裝甲繼續敲 這個機率很高 好那MBL提前來蓋了採礦地 準備要來轉弓箭手 那現在自己的主金被控 只能往外挖黃金 好現在這三隻棒棒跟一隻肉馬 也在努力敲 右邊這個果子並沒有開始敲 黃金沒有空 想要主要進攻這個木頭區域 好羅馬過來偵察一下看能不能抓一隻殘血的 好像有點困難 好打了P2以上性 點了一下一擊伐木 那要不要點個裝甲步兵的升級呢 馬來這邊按了五隻裝甲 這個不確定按這麼多裝甲是為了什麼 好這邊也可以考慮按槍兵 看槍兵比較神 但是又在按裝甲按了這麼多 裝甲步兵按不下去 差了一百肉至少一百四十肉 而且按下去可能會斷春 好要斷春去點裝甲 這件事情可能不太實際 再把斯汀升到封箭時代 裝甲步兵已經身體好了 這個步兵 開始給阿力 MBL補了一個射箭槍 這裡再補一個房子 剩正面這裡可以入侵 來了來了 三隻裝甲繼續打 好四隻棒棒 越來越多 然後直接用棒棒壓制回去嗎 但沒有裝甲升級 大概差兩點 而且水量上也差了五滴 護身裝甲真的ok嗎 棒棒按了七隻阿 然後野外騷擾的棒棒也拉了回家 這個挺微妙的 第一次看到馬來人打七棒棒開局 大概看一百場裡面可能也只有一場 是這種棒棒按這麼多的局勢 通常這裡封箭只會轉肉 然後或是轉弓兵毛兵防守而已 但是棒棒按到這麼多隻還不轉裝甲 這個屬實少見 好結果沒有辦法做到太多事情的樣子 ok前方的棒棒也受到了騷擾 好沒有辦法正面繼續推進 好現在毛兵拉過來 冰工廠補了嗎 NBL喔這邊冰工廠好像有點難點 棒棒被點掉了一隻 好在後面補冰工廠 終於補了 好正面棒棒開打了 這裡棒棒直接被砍死兩隻 一直裝甲步兵一直在輸出 最後兩隻棒棒活了下來 正前方的毛兵 想要給壓力 喔被點掉了一隻棒棒 又抓掉了一隻弓箭手 好現在下方的 兩隻裝甲 跟兩隻毛兵 暫時 沒有辦法推進才對 好NBL點下了一級射 戰毛兵 現在還有 八隻 應該可以守住 喔又補了一個射箭場 這就是一個防守路線 雙射箭場 可能會混著弓兵出 弓毛狂出 但是WP圖這邊也是雙射箭場 但這邊出的是雙毛兵 那WP圖的毛兵的攻擊速度 有25%加成 所以打NBL的馬來人 等打戰毛 馬來人可能會稍微有點六四一點 好可不要小看這個攻速加成 攻速加成 我覺得是西地國裡面一個非常可怕的特性 像日本阿 或是保加利亞 或是達魯皮圖阿 伊索比亞 這些文明喔 都有這個攻速加成的文明 都很可怕 還有這個西班牙也是 好 來看一下 攻速加成 只要多打對方一下 這個DPS整體就拉起來了 而且隊友要甩槍阿 或者甩槍 甩這個戰毛阿 甩工兵 都比較簡單一點 好直接把木槍給滴掉 選擇往別的地方挖礦 這裡走嗎 這個村民可能會被打 賺了一隻毛兵 頭毛大戰開始 這裡工兵可能要新拿下喔 OK拿了一隻 這還隻工兵 好沒有打到 兩邊都不敢 輕易上前往前了 分兩隊 但是結果原地射擊的戰毛傷害反而比較高 對方達魯皮圖的戰毛攻速優勢已經開始顯現出來 MBL這邊是拉了三隻村民想要補一些傷害 但是對方還有工兵設村民傷害掉得很快 現在MBL要打贏這一坨戰毛兵不太容易 對打戰毛 可能是賽巴斯丁想要獲得的效果 這裡雕像轉馬就才行 不然前線要全面崩壞 攻擊速度太快了 達魯皮圖 欸怎麼打了一個 斬馬 哎呀點到啦 尷尬這個傷害突然沒有補到 但是戰毛的數量已經明顯拉開 巴斯打13隻後面的毛兵還在補 落馬這時候出來就無敵了 出來吧落馬 趕快扁 好 達魯皮圖這邊是什麼情況 三個射箭場出毛兵 有點誇張了 越出越多了 好毛兵 開始往外走 落馬被毛兵打到頭破洗流 又損失了一隻 完了完了 這是什麼毛兵垃圾戰 太誇張了 趕快把東西給堵起來 好 MBL這邊要再繼續出肉馬嗎 繼續出肉馬 還是會很難打喔 用一隻肉馬在後面偷抓毛兵 好 我要用頭馬搞定 再打個八下 這個肉馬就死了 好 不動 讓其他的毛兵打 順利解掉 毛兵的攻勢已經滲入到後方 這裡的毛兵數量有16隻 太可怕了 三射箭場打入提出 前期至少出了40隻的毛兵 應該是有了 22分鐘 還有26隻的毛兵 在前線騷擾 還好右邊有圍 有圍的話 暫時沒有太大問題 左邊的位置要把我趕快圍起來 只要圍好 MBL就可以安心上去了 這邊直接 點了一堆肉馬 按了四隻 這邊也可以考慮要不要點個異攻 直接去拆掉 馬來的沒有品種的關係 異攻可能是他對於打毛兵 最好的方法 這裡點馬凱其實沒什麼意義啊 因為毛兵的傷害就是2點 肉馬的本身的遠防也是2點 所以 怎麼打都是1D 3點傷害打2點的遠防 就是1 感覺這個升級 是不是 有點選錯了呢 感覺選攻擊力CP值更高 好來了 肉馬過來 來 黃寒 大陸可以圖 點下了城堡賽 MBL黃金800多 這裡可以考慮買賣一下 好這裡用肉馬繼續追擊 毛兵往前推 槍兵來 但沒有先打槍兵 反而是讓自己的肉馬繼續往前 好看到槍兵往後拉走 毛兵的數量越來越少 再打下去 沒有辦法秒殺槍兵 毛兵就會很舒服 好繼續進攻 MBL這波被騷擾到有點生活無法治理 MBL點下了城堡賽 馬來人的三級速度是遊戲裡面 屬於12塊的 那應該是說最快的 可是屬於12塊 第二塊的應該就是波斯了 這個工作效率的加成 好暫時馬來人打不贏這一坨毛兵 這個兵可能會走過來 好決定還是往後走 好這個鐵 應該沒事 購買自信 一攻點下 這就是攻速加成的兵種優勢嗎 好強啊 大巴斯對吳文明的理解 真的是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覺得這樣很好 可以跳出這種制式打法 偶爾打一些奇怪的招數 真的是會有奇效 像這裡喔 這麼大量的毛兵 至少有60隻了吧 這一坨毛兵 剛剛死的 加上現在慘的 好直接轉戰毛 好毛兵過來 看到洛馬過來想要攔截 先找後面的 上兵過來 趕快跑 好直接轉大象嗎 馬來 好相夫 有想法 投車 弩炮趕快來 打三毛兵最好用的 還是投10車 好大象出來頂 結果村民一出來就被點掉了 好大象開始頂 大象的前面的 正前面的這個大象頭 攻擊的時候會有擴散展開的效果 所以打這種整群在一起的單位 大象確實是不錯的選擇 全體是要摸得到 好殘血的大象拉回家 補一個修道院吧 拉下這個大象的血線 砸到了 這波漂亮 頭車砸了7隻戰矛 超巴斯林有點小小失誤 13TC已經開了起來 就是打魯P圖之力 升級10給200木頭 木頭壓力現在非常小 好再砸一發漂亮 哇靠你這裡又賺了四春 不錯 這一把MBL 開始用頭車撞回了一些戰果 好那超巴斯林可能要轉龍了 不會再繼續強攻 因為這裡強攻對自己的優勢太低 沒有辦法去很好的處理 這裡頭石車的部分 好MBL這邊是單TC嗎 雙TC 又找到一發咧 怎麼那麼準 他的頭石車自帶 什麼瞄準器嗎 怎麼又找到了 MBL頭車好像跟我的頭石車不太一樣 好那現在WP圖剩下10隻的戰矛 開始轉成大象弓兵 這個對決有趣嘍 好你轉大象弓兵會怕戰矛 好 MBL要繼續走大象嗎 好轉了一些生旅 頭車再砸一發 沒有砸到槍兵 好槍兵過來 又砸了一發漂亮 哇 MBL頭車是真的秀啊 OK 現在這個兩個台頭車砸了23隻的單位 已經價值連城了 好這裡遇到大象弓兵 一定要點弓兵鎧甲 那現在MBL喔 這裡是忘記點二級伐木啊 這有點傷囉 好二級伐木現在給的壓力 沒有辦法給的到 好頭車砸一發 現在工程器製造所也補了下去 這塊金應該能守得住 三台頭車現在城外 普世丹丹 而且還在高地上 好拉了一隻大象 過去追一下毛 毛兵 毛兵直接變成V針 我們跑掉嗎 但我覺得 再怎麼打都很難解掉這隻毛巷夫了 這毛巷數量只剩八隻 好兩隻大象去追應該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MBL也點一下了 走推車輪軸技術 這個二級伐木 好都已經點了 跳P圖這邊也是喔 好也補出了彈道穴 頭車配相公 這個拍差點拍到 可惜沒有拍到 來了來了 這一波要開戰了嗎 四台頭車在高地處 戰毛兵不要往前 好危險差點拍到 好戰毛兵高地反擊當中 沒有燈到雪 差點歪 頭車背後面的頭車換掉 一換一嗎沒有 頭車又被點掉了一台 頭車的目標是後方的頭子車 但是好像來不及碰到 就被大象公兵給砸光 哇靠這個射擊速度 好快啊 這就是達羅皮圖的大象公兵嗎 太猛了 大象公兵的攻速加成 迅速射爛 怎麼辦 這樣只剩戰毛 好戰毛打上攻 還是有不錯的傷害值 這個瞬間拿四隻大象公兵 NBL這邊散在矛 傷害打得非常漂亮 又來一發 投掉了六隻 漂亮漂亮漂亮 NBL修好秀門 好現在 馬丘 副除了兩個 現在馬丘數量 三個 這邊是要傳什麼呢 輕起病的話 好像擋不太入象公啊 感覺只能出 敵士 不然就大象了 這個情況出大象是好事嗎 欸決定要走大象流了 OK走大象流 也比較便宜 確實合理 OK大象配戰毛 來了 NBL他準備來了 右邊三隻 四隻肉麻 想要衝進去騷擾 但是反應很快 已經少就收完村 這一窗卡在這裡 直接收光 好頭子車出來 想往後砸 但是砸不到後方的東西 兩個生物直接被打破了出來 後面的生女直接招翔到了一隻 結果頭車砸掉了大量戰毛 NBL這裡虧了 好用砸翔到的大象 趕快來解頭車 頭車又要被頂掉一台 吐了吐了 好但是大象現在往前衝 大巴斯丁好像有所擔心打不贏 但是往後撤 頭車被換掉了一台 再換個一發 打掉生女 好往前誤換 但沒有辦法換成功 大巴斯丁成功換掉 NBL的頭車 現在大象一直往前推進 頭車只能繞幹 再不趕快繞幹 就沒機會跑了 好那現在WP圖 還能怎麼打這些大象呢 好就是趕快出更多的象弓 或是轉出重裝長槍兵 待會大槍兵升上去也很快啊 所以NBL這邊 其實打法很好打 結果好像大象A進去了 可怪的 NBL突然機會非常大 木頭一點爆量 爆了一千多木 再把斯丁這邊也是爆木頭 旁邊木頭多有點爆量 這裡要不要賣掉木頭呢 還是要撒農田呢 好最近先從右邊蓋個城堡 大象開始往外繞 好大象弓兵開始承襲 要秒掉這些毛象夫 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火力壓制 好象弓繼續反擊 怎麼越拉越後面呢 現在17隻應該是有效可以反擊這些單位了 好大樓B圖 三級射化水晶點下 那象弓兵開始反擊了嗎 喔有了有了 數量開始多起來了 霧轉槍兵 直上象弓全滿 象弓還差一個精銳 就搞定了 好右邊也是一個對蓋寶 好但最新頭司機蓋不出來 但薩巴斯丁這邊可以蓋 要不要按個 最新頭司機脫拆城堡呢 好後面還有一隻大象 哇這個被TC射好痛啊 覺得有點傷害啊 好MBL點下地龍師太彈道學 電話實在只差了1分半而已 快要升級好了 好高打D打象弓 傷還是很優秀 好直接走上高地 想要關這些毛兵決意死戰 直接有攻速加成關係 射掉這些毛兵速度好快好快 哇哇哇哇哇 一直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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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哇自動射擊 這個咻咻咻咻咻 真的快啊 這個爪道出來當炮灰 尷尬了 高地被站走 似乎涼掉了 好毛兵 現在 全部剉掉了 MBL地方時代 點了上去 好右邊的巨頭 開始攻城 把這個建築學為好 就不怕了 待會爪刀衝過來 好這毛兵又補了一些 三級射點了 金瑞卯相夫還沒有點 大象繼續追 來個回頭 高地反擊3很高 哇大象一隻一隻的倒下去了 MBL沒有打算 沒有打算考慮轉個生旅嗎 帝王時代生旅 印刷技術 招想一下 這個相公也是特別好用 這邊是學弟先轉弓兵線 先把弓兵科技拉滿 大學三級的弓兵台甲卡 哇哇哇這個高打低的箭雨 瘋狂箭雨往下清洗啊 難受了 好這邊繼續追逐 終於薩拉斯丁點下了金瑞升級 金瑞大象工兵 點下去了 這樣28隻的大象工兵變成金瑞 MBL該怎麼防守呢 必須用戰矛嗎 用戰矛真的能打得贏嗎 要是達羅皮圖 再轉個什麼肉馬烏之鋼 這些戰矛兵也不太好做 要是直接轉火炮也行啊 火炮投車 要是打這個戰矛的反擊有好方法 哇好像很有料啊 MBL的戰矛兵好像越打越有優勢 好這邊在抖動 但是躲不太掉啊 大象工兵的移動速太慢了 抖動並沒有辦法躲掉太多的戰矛兵的傷害 左邊兩隻上弓已經倒地 這邊戰矛兵換掉了非常多的大象工兵 大象工兵也是血量掉得很快 好這裡直接走到城堡的射程下方 直接扛著城堡的傷害 再解MBL的戰矛兵 好這邊這邊戰矛兵繼續在暗 大陸皮圖的象工也在狂暗 打的就是一個頭鐵 象工A到底 好MBL也轉出了毛象夫 不行了不行了 毛象夫已經去世代發 好啊 正面戰線 有一點小小潰敗 果然WP圖轉出了輕奇兵的升級 二空給點了 精銳毛象夫 對上精銳相工 雖然馬來人的毛象夫不是最精銳的 但是造價來說很低是最精銳的 一隻大象我記得只要30塊左右吧 好便宜的那種 來了來了 精銳毛象夫升級好 遠防4點 攻擊力14攻 但是被集火還是有點炸裂了 沒有關係 毛象夫這邊的重點並不是在於輸出 而是要怎麼幫忙這些戰矛兵坦住傷害 最近35滴血 對上280滴血 這個血量差距還是有的 OK奴隸扛 第一打高 有點虧 但是對方是黃金兵 這樣想就不是很虧 好勝率稍微招強一下 毛象夫繼續補 母子環也點下了 兩邊村民術差不多 大陸P圖這邊反而是經濟稍微差了一些 好這邊慢慢推進 毛象夫又來了 精銳相工 損失數量有點多 大陸P圖這裡馬舅到底有沒有補 快點補馬舅 我的不是馬舅嗎 你剛剛不是升級新騎兵 你怪怪的 怎麼突然想要走步兵呢 是因為毛象夫擋不住了嗎 擋不住了擋不住了 決定走槍兵 先扛住正面 好看來他是不相信自己的大象弓兵的傷害 可以解決掉這些大象 馬來的大象應該算是最怕弓箭的了 但是他卻不相信自己的大象弓兵 反而是選擇了級兵 好級兵升級好 槍兵來不及升級好就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MBL拿下比賽勝利 大象弓兵最後只剩下7隻阿 哇前面送了太多相工喔 雖然一度我壓到MBL的臉上喔 但是MBL這邊補兵速度很快喔 馬就補得非常快喔 射箭場裡也是喔 不到7個 馬就5個 這樣轉這些大象阿或戰毛兵喔 就是綽綽猶豫了 甚至後面的火炮也已經登場了 後期可能是越來越難打 沒有機動性不對 要打這些火炮戰毛還是有點難受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MBL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而且是全面勝利喔 而且4勝5也有喔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稍微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